歡迎回來讓我帶你吃帶你玩 今天是冬午節的冬午連假 是中秋節的中秋連假 那前陣子那一部台南景點現況 很多觀眾問說現在明店需不需要排隊 這次趁著這個中秋連假 我特別選了好多間 台南市還算蠻有名的店 就是基本上都要排隊的 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來台南的參考 就是這麼多人你還敢不敢來 但是這個人潮一定會比平常的假日還要多 那我們出發吧 第一間是這個三根壽司 用的人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以現在下午3點這個時間 還是有人在用餐 來到附近的石金舊底薪站 這間虎頭棺材板 吃飯的人也蠻多的 這間八寶冰還蠻好吃的 但是他晚上6點半才開喔 下一站來到易峰冬瓜茶 外表看起來好像沒有人在排隊 可是你看裡面 裡面排隊的人蠻滿的 這間還蠻好喝的 如果有到四坎樓這邊來的話 可以來買一杯冬瓜檸檬 裕城水果店 吃冰的人也是很多 七樓的位置坐的滿滿的 他們內用的位置還蠻多的 有擺到隔壁的棋樓 下一站是這三間飲料店 鑰匙紅茶還蠻多人在等的 那旁邊這間 武斯蘭的話 空無一人 大家都不買武斯蘭是不是 田宥仙的人潮其實還算可以接受 我來買一杯好了 他們有這個自動點餐機 噴射梅子綠 一杯四五十塊 他們店門口有圍起來 是不能進到店裡面的 他這種特調是不能咬 也不能導致的 因為他上面有戳洞 這樣一路來真的好熱 然後人又好多 路上車子超級多 然後很多間店都在排隊 我現在在一間巷子裡的廟 坐在這邊休息 真是難得的寧靜 一路來真的沒有一個地方巷子 現在這邊這樣安安靜靜的 我大概已經一年 甚至一年以上 沒有再連假這種時間來台南市了 因為人實在太多了 店家都要排隊 路上車也多 來台南市玩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天氣又熱 交通又亂 然後店家都要排隊 但是東西好吃是真的 如果大家是想要來吃東西的話 還蠻推薦你就是住在市區 友愛街啊 中西區這邊的民宿 租共享機車這樣子 附近玩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開車來 很多地方都不好停 最好就是不要開車 甚至你開車來放在飯店 或是放在一個停車場 然後你租機車去各個點 這樣吃東西 會比較輕鬆 我現在就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繼續跑幾間店給大家看 台南人日常 就是會有戰鬥機從天空飛過 其實在拍這個 我自己會有點不好意思 店家可能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很多人在吃東西 那你過去拍他們 你對著人家在吃東西的拍 然後對著人家在排隊的人拍 有的人並不是這麼願意被拍的 所以前面的畫面啊 我都是有點距離 就是我可能會在馬路對面這樣拍 盡量不要到店門口去 直接這樣拍人家 看個大概 有看到人 然後店家的狀況這樣就好了 就請大家盡量一下 不然直接這樣對著人家拍 其實還蠻不禮貌的 這部片會不會有很大一段 都是聽我一個人坐在這個地方 拉賽 都沒有拍到什麼店家的畫面 其實現在坐在這邊想一想 會想說 台南市是我很熟悉的一個城市 但是像我現在住在這邊 忽然又會覺得 我對台南好像還蠻陌生的 就是你從來沒有機會 會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吹著風 畢竟台南就是我家 你東西買了 吃了就回家 你不會想說在這個地方 放鬆那個步調 然後慢慢走 慢慢觀賞這個城市的一切這樣 像可能外地的朋友來台南啊 他會問你說 這附近有沒有什麼 推薦的背包客棧啊 或是飯店民宿可以住 我都是一點 一點懵的看著他說 我在台南會住的就是我家 我可能外地的民宿 飯店都比在台南還熟 那就來期待一下 我那個一個人滷油系列的 我們在台南過一夜好了 我也喝的差不多了 留一口等下當做累的時候 可以補給的 那像上次有提到的 雙生啊 姚品啊 這些店家 因為今天是剛好禮拜一 他們公休 那這些店 像我上次不是連假經過 那個人潮要排半個小時以上 今天就沒辦法排給大家看 就是 要走的時候才發現 這條巷子這樣拍起來 其實還蠻有感覺的 我們繼續往下一站出發吧 我們到保安路了 保安路這邊有一個新的聚落 這個聚落好像是新的 之前來沒有看到 這邊晚上應該會還蠻漂亮的 就是還蠻有氣氛的一個小聚落 像這邊晚上如果可以坐著喝點酒 吃點東西 應該感覺還蠻好的 嗨 應該不會咬我吧 掰掰 頂覆發豬油拌飯 現在是四點半 裡面也是有一些零星的人潮 然後他們 周圍都有用隔板 下一站來到 他們是不用排隊的喔 馬上買 馬上吃 他們也是有開放內用的 然後 目前是不用排隊 雖然現在才四點半左右 奇怪怎麼 上次來吃蝦人飯會排成這樣子的 上次人超多的 真的是吃飯時間的關係嗎 我們保安路等晚一點再過去看看 好了 下一站是這個 福生小食店 他們也是可以內用的 人也是蠻多的 四點半 有內用人潮 再來就是這個 極品蝦人飯 跟阿村紅燒土豆魚 跟極品蝦人飯 有一些排隊的人潮 但是 阿村好像沒什麼啦 下一站是這個 明東蛋糕 出乎意料 沒這麼冷耶 現在是四點半 怎麼會沒冷耶 像今天的口味是原味 乳酪南瓜跟黑芝麻 蠻想要吃他們的巧克力爆醬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假日這個 口味所以人比較多 泰城水果店 也是很多人 還有捲尾家 哇 反倒是布萊恩紅茶 沒什麼人潮在排的 人超級多耶 一上次來還多人 阿也是排爆 這邊也是排爆 天博拉也是排爆耶 大師一驚了 江澤號吃冰的人也不少 有營業 也是做滿滿的 最近國華街人好像都還滿多的 我可憐的薯條 我也好想吃薯條喔 好多人 寶安路之間 八寶冰人也是滿多的 今天在拍好像感覺吃甜品 吃冰的人都比較多一點 下一站來到 然後春煙坊跟這個阿鳳四目魚羹 人潮開始排隊了 看旁邊的日夜兵 我們跟稍早的畫面比較一下 出乎意料之外 阿鳳四目浮水魚羹的人 比這個 春煙坊還要多啊 然後在旁邊那間 賣冰的人也滿多的 所以齁 你如果不想排隊 就不要再用餐時間來吃 你會少排很多隊的 阿明都心今天 則是沒有排 他9月22日公休 這個人潮只會離吃飯時間越近 人會越來越多而已 不會變少的 已經開始排隊了 太陽還沒下山 下一間來到這個 人超級多耶 排得超誇張的 這間其實我沒有吃過耶 我不知道這間 為什麼最近突然那麼紅 他們這間是可以內用的喔 可是可能因為防疫的關係 位置沒有很多 所以排隊的人潮滿誇張的 左右兩間都很多人 旁邊這間是草扇 接近傍晚的時間 神龍街人就慢慢多起來 下一站是 它5點半在開 現在5點46 已經停滿車 排滿人了 感覺大家都是在等外帶的 中秋節包回去大家一起吃這樣 他們內用位置還蠻多的 下一站 紅宮公越南河粉 外面後衛的有大概四五組吧 但是跟平常假日比起來 其實人還蠻少的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在疫情 內用的位置不多 大家都外帶了 今天這樣一天拍下來 其實有點意外 很多間店他們其實沒有排隊排得很誇張 那我特別選了一個 非吃飯時間跟吃飯時間去拍給大家看 那大家如果想要去吃的話 你可以避開人潮 大家都知道的小秘訣 你在大家不是吃飯的時間去吃飯 大家在吃飯的時候你就去玩 這樣你可能可以少排很多隊 台南人真的很不愛排隊 如果你是台南人你也不喜歡排隊 請在下面留言 我知道我不寂寞 很多店家我去了我看到排隊 我實在沒有興趣 尤其你又在自己的家鄉更不想排 那如果有人是想要藉著這個疫情 想說來台南人會比較少的話 那在這邊告訴大家 並沒有人還是一樣很多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現在內用的位置沒有很多 造成排隊的人潮 今天這支影片的內容可能沒有拍得很精緻 所以我畢竟要拍人 我自己也是覺得有點不太禮貌 所以我都遠遠的拍 那我今天選的這幾間店 不是說特別好吃或是說 一定要推薦給大家來吃 是這幾間店 可能你Google去搜尋台南MAS 會出來的比較前面的幾間店 比較指標性的一些人潮店家 那今天大概就這樣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 幫我按個訂閱 那如果你喜歡這種台南現況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字幕後面段 在這個部分 知道我的影片 在這個部分